我现在在安阳市 安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有众多的古迹 看远处那个 那是中楼 周围特别热闹 我最近在录一套自由行的课程 已经录到第四节了 卖竹筒子的 烤面筋的 课程的第三节是教大家 如何定住宿的 定住宿的第一步是选址 就是选你住在哪个地方 这全都是小时候吃的 如何知道一个城市 哪里最乐道呢 有很多依据 那个视频里有详细说 其中有一条就是中古楼 中古楼在古代 古代位于古城的中间 豹石用的 建在城的中间 可以最大限度的 让周围的人 听到豹石的声音 在古代也是特别热闹的 一脉相承 发展到今天 很多城市的中古楼 依然是位于这个城市的中间位置 并且是最热闹的地方 有的摊味还没出摊 晚上的话会更热闹 晚上的话估计会水泄不通 给大家拍几个美食 安阳名吃煎皮炸 老板煎皮炸是哪一个 这个吗 来一份吧 多谢一份 小分就行 小分奇怪是吧 行小分 这是什么做的 粉面粉条做的 粉条粉面 这没吃过 好的 好的 辣椒咬咬不咬 稍放点吧 还挺有分量的 嫩嫩的 吃起来有点像凉粉的感觉 大家来安阳旅游 就可以坐中楼附近了 中楼 下面呢有券洞的 朝向四个方向 券洞的连接处 乐乃堡桂花羹 这我也来给你赶会了 你咬着 这个梅花糖 到时候我咬着 这个就是乐乃堡吗 哦 这就是乐乃堡 在这吃的运气的 爱一个来给梅花糖 都有 都有 我去啊 知道知道 卖哈密瓜西瓜的 哎呀 好长时间没吃西瓜了呀 西瓜多钱一份 三块一杯 哈密瓜呢 那边呢 来个这个一个 这个呢 来三块 行来个这个吧 这个好难一点 网红脆皮五号 这三块 给我们三个五一份 对啊 这个 你吃的 这个 觉得好吃 你们 吃的 这多钱一份 这个 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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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嘛 一条 一买买一条 是吧 嗯 一买买买一条 許你脆了 吃的 不想搅 切的 你还弄成 收钱吧 到账 三十五元 出来了 再往前走啊就出 中楼上圈了 我爱安阳 刚才走的是安阳的北大街 再反过来看一下 中楼 安阳是住这附近的 其他省市住哪 大家可以自己分析 方法已经都教给大家了 路中间有颗好粗的书 这是槐树吗 现在马上过年了 火车票不太好买 下午我会 录第五节课 分享一下 我买火车票的经验 一百块钱三家 一百三家 一百三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